Hello,我是12天生Max 上一期的视频啊,陪琪琪去办了学生签证 很多朋友看到是旅游签证入境 就私信或者留言问我 说现在疫情期间,泰国旅游签证可以办理吗? 具体的一个办理流程又是怎么样? 那我现在给大家先说一说具体的情况 旅游签证分为两种 一种是STV 还有一种叫TR 先说说STV 去年11月份就可以通过这个签证进入泰国了 而且当时因为特殊的原因能办理的就只有这个签证 STV超长旅游签证 这个是之前泰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一直在推动游客入泰 甚至设置了一些专属接待并观察游客的区域 像普吉达都是的 最后就出台了这么一个超级旅游签证 能待270天左右 每三个月一序 但是这个超长签证不能转任何的长期签证 在泰国待满270天你必须要离近 而且这个签证啊 个人去申请是非常难办 通过中介的价格呢又非常高 全部办下来要3万多人民币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 普通签证啊偷偷的出现了 所以在1月份的时候 我身边的朋友要来泰国了 我就推荐他们去 咨询办理这个签证了 普通旅游签证啊 接下来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TR签证 也就是入境后 能在泰国待59天的普通旅游签证 如果你只是待一段时间 旅游签证我觉得完全就足够了 那现在说一下旅游签证好办理吗 好办理 很好办理 近一个月内啊 我身边的朋友都是旅游签证 进入泰国的 那其中有一个呢 在泰国有房 另外的没有 另外几个朋友没有 那怎么办理呢 首先啊 你要先打电话给使馆 就是咨询一下需要什么文件 因为每个使馆需要的文件是不一样的 像厦门使馆对存款的要求 是不低于1万人民币 呃 存款在入境前啊 不要动用尽量 另一个朋友则是 青岛使馆 他们就需要六个六个月的定期存款 4000块钱 啊 还有使馆啊 需要你在泰国隔离出来之后的 租房证明 还有酒店订单 带发票税号的证明 所以说各个领馆的要求不一样 一定要向 户籍所在地的 辖区领馆 先咨询一下 看一看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啊 之类的 正常情况下 是在户籍所在地的辖区领馆 申请签证 但有些人啊 因为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 不能在户籍所在地的使馆办理 想要在目前所在地区的 领馆辖区办理 就比如说我是甘肃的啊 正常情况下 我需要在西安领馆 去申请办理签证业务 那么我人在广东怎么办 需要提供你在广东的居住证明 然后 哦对 居住证明就可以了 然后在广州使馆就能够伴侣了 在登陆使馆的官网选择按步骤性的交材料 交签证费 大概是240块钱 然后就可以选择面签的时间 准备好所需的材料 在面签当天去临使馆 使馆面签 如实回答面试官对你的一些提问吧 大概两个工作室就可以拿到签证了 但是你以为就完了吗 没有啊 不不不不 还没有呢 拿到签证之后啊 就可以申请COE 也就是泰国入境许可证 这个时候就需要买保额固低于10万美金的新冠保险 接下来呢 就需要在泰国官网指定的隔离酒店 上面有价格 还有具体的信息 选择你想要的酒店 酒店费用是16天15万 费用在5000到2万人民币不等 然后给酒店啊 发邮件咨询确认一下 然后再付款给酒店 我朋友住的是7000块钱左右的 环境非常好 COE下来之后会发邮件给你 根据需要的文件信息 打印出来 然后在起飞前啊 72小时做核酸检测 拿到有英文核酸检测报告 有英文核酸检测报告啊 4月份之前还有 还要那个施费证明 现在取消了 又省为一笔费用 好了 现在关于这个旅游签证 入境泰国的信息啊 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关注点赞 我是沙尔先生 麦克斯 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 也可以私信或者 或者在评论区留言问我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